超级计算机,指的是进行大数据高速计算与分析的电脑,在人工智能、新材料研发、基因工程、航空航天等高精尖科技领域,超级计算机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,因此,世界各国都特别注重超级计算机的研制工作。 近日,美国向树林国家实验室推出了Summit超级计算机,这台超级计算机采用的是9216个IBM的CPU和27648个英伟达的GPU,它的运算速度可达每秒21亿一次。 Summit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超过了我国的神威太湖之光计算机,重新分领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榜达冠军。 在Summit超级计算机诞生之前,全球运算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分别是我国的神威太湖之光,第一名和天河,二号第二名,瑞士的IPSDENT,第三名,日本的YuKu,第四名和美国的TITAN,第五名。 美国推出Summit超级计算机,体现了美国对超级计算领域的重视。 目前,世界上存在很多的超级计算机,用于先进科学技术的研究,国际和500组织每年都会对世界上的超级计算机500强进行排名。 截至目前的最新一次排名中,各国分别有多少超级计算机上榜呢? 让我们来看一下排在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的6到4名分别是英国、法国和德国。 这三个国家分别有15台,18台或20台超级计算机进入该榜单。 日本作为传统的工业强国,在超级计算机领域,自然也毫不落后。 目前,日本一共有35台超级计算机,进入世界500强榜单。 日本超级计算机的数量全球排名第三,我们知道,美国是全球高科技的领头羊。 无论是在基础研究,还是工程应用研究,美国的表现都出类拔萃。 美国共有143台超级计算机上榜,美国超级计算机的上榜数量全球排名第二。 二,那么,我国一共有多少超级计算机上榜呢? 没错,我国上榜的超级计算机数量高达202台,本居世界第一。 虽然超级计算机的数量,并不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, 但是,我国有这么多超级计算机上榜,反映了我国对于尖端科技领域的重视。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我国一定可以设计出运算能力,更加出众的超级计算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